宁南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8月17日 比兰伦斯激战马里迪末 周二凌晨 普超继续进行 届时比兰伦斯将坐镇主场攻后马里迪末 双方近况相当糟糕 期间彼此均暴露出许多问题 此番哀兵相斗一场合局可以预料 两队上即整体表现 相对前季的惊贤宝祖来说 比兰伦斯上季的整体表现已算交足功课 34轮路得9胜13和12负的平庸成季 排在普超中游位置 虽然军场是1.03球的后防线 还算理想 但球队军场紧入0.74球的进攻线 却是联赛中最差的存在 这里不包括三支将班的球队 哥伦比亚前锋卡斯拉一人几乎包揽全队绝大多数入球 另一方面 马里迪默与比兰伦斯有着相同的经历 球队上季也是死离逃生 34路取得10胜5和19负的劣迹 仅仅多出降班区一分 同样的 马里迪默在攻防两端毫无亮点可言 军场入0.79球仅好过于金铺对手0.74球 这里不包括三支降班的球队 而后防线却是1.38球 明显的入不敷出 近况 两队很早开始就不断约战 比兰伦斯方面则进行了三场友谊赛和一场蒲连杯 战绩为一盒三负 若算上新赛季蒲超首轮 则是一盒四负 期间仅有二球进账 却失足八球 很明显 球队上季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至于马里迪默 连同季前友谊赛在内共进行了五场比赛 除了头二仗面对弱队有高光表现之外 最近三场面对蒲超队伍则是惨遭三连败 无论是状态还是攻防两端的表现也都非常糟糕 交锋战绩 若从2018-19赛季算起 两队共有过六次联赛交手 比兰伦斯稍战有一点优势 为三胜一和二负 如果仅以上赛季来说 双方则是分别在各自的逐场保住胜利 综上所述 比兰伦斯与马里迪默各自有许多问题 此番交战实在难有必胜的绝对把握 一场合局值得留意 阵容方面 比兰伦斯中场S高尼路 马里迪默中场S必查美军因为之原因缺席比赛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晓宇